第三版三十四章 秋天的阳光里 白马书院遵循中开讲堂左右摘设的就职而见 三百求学世子就住在那东西六十间摘设之内 常年待在书院授业的先生暂时只有十九人 姚白峰徐北纸都在此列 而副院主白玉仍然需要主持青凉山那边的官邸事务 但是书院接下来打算在今年秋冬邀请的临时讲学先生 多达二十余人 一大串名字 足可谓阵容壮观 有青路洞书院山主黄长 有推崇法家的新任幽州刺史颂严 被姚白峰誉为三个刺史之才的黄南俊大儒王熙化 曾经与徐卫雄 许黄等人一起在上阴学宫 喊骨子门下求学的大师兄长岁 据说还有如今正在上阴学宫担任纪尚先生的音律大驾于幼威 徐凤年跟随戴远杰缓步其中 最终在藏书楼前的空地停步 姚白峰与刘元济玉铁山这些功勋老将围坐在一起晒太阳 而徐北纸则领着一帮书院年轻世子在晒书 从京城国子鉴记久位置上退下来的姚白峰 看上去精神绝朔 并非像黎阳朝廷传闻那般老朽不堪 因病辞官 其实连徐凤年也不清楚 为何姚白峰为何会主动离开泰安城 又为何不是在京城那边遗养天年 而是重返北梁 要知道姚世家学被誉为可与整座上阴学宫相抗衡 虽然有夸大之嫌 但无人质疑姚白峰本人在黎阳文坛视林的崇高盛望 事实上这几年的泰安城 姚白峰几乎是唯一一个愿意在朝堂上 为北梁君政说几句公道话的清流文臣 徐凤年相信如果不是如此忤逆赵家皇帝 以姚白峰的呼声和学识 早就得以跻身黎阳中书 与桓文赵又龄因茂春之流并肩而立 而不是待在空有清玉却无实权的国子剑 何况在姚白峰紧随严杰西之后进京为官后 许多姚氏子弟都顺势出事 姚白峰此时选择入驻北梁白马书院 就连徐凤年都替老人感到有些担心 以至于之前和宋栋明在清凉山议事 徐凤年提出是否可以仅让姚白峰担任讲学先生 而不当这个愿主 以此来帮助老人 尽量减少在黎阳庙堂那边的风言风语 作为西年原本西选中的处像 深谙黎阳官场水深水浅的附近律师宋栋明也支持此事 可最后姚白峰仍是婉言俱绝 有年纪不小 观影极大 宁为极头 不作凤尾十六字戏言 执意要求亲自做书院的一把手 清凉山或者说是徐凤年 实在拗不过这位德高望重的年迈读书人 只好让姚白峰指掌白马书院 看到徐凤年的到来 刘元济玉铁山这两位早年的北梁边军副帅 美敢以老卖老 立即起身相迎 尤其是家族子弟横行相礼却不自知的刘元济 显得有些心虚 徐凤年世袭网替前夕 曾经在那场关外演舞的时候 刘元济被旧日同僚的林斗坊 指着鼻子骂得狗血淋头 气得蹊跷生烟的刘元济赶回府邸 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个在自己跟前 各个恭谨的不孝子孙全部喊到祠堂 以不怕错杀 只怕错过的姿态 把家里上上下下二十几个姓刘的后辈 让他们跪在地上 亲自用皮鞭一人狠狠抽了一百鞭 当场就有七八人给抽晕过去 鲜血淋漓 祠堂外的刘府妇人们 一个个吓得连哭都不敢出声 当天府上七名管事被打死三人 刘氏年轻子弟的半毒 全部卷铺盖滚蛋 从那以后 刘府加封为之一宿 刘元济更是闭门谢客 直到左旗军统领何仲乎烧话给他 说要他们这帮老头子重回边军效力 刘元济这才扭扭捏捏露面见人 否则估计老将这辈子都不打算 跟西年袍泽们打交道了 北梁这些经历过春秋战事的武将 功高薰大 桀骜难逊 不服约束 自然都是事实 但是有一点与黎阳许多开国功臣不一样 那就是对于徐家或者说徐霄 怀有一种难以言喻 且根深蒂固的浓重情节 如果说严震春阳慎姓马路郎 这些黎阳大将军 是帮着老皇帝打下了赵氏江山 那么燕文鸾卫 铁山刘元济这些汉将 是跟着徐霄打下了徐家江山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很简单 徐霄跟他们一起同甘共苦 一起上阵厮杀 既有那种君臣之意 更有你我换命的袍则之意 庙堂之上 晦瑟难鸣 最难见真心 沙场之上 生死刹那 罪意见秉性 在声名狼藉的徐凤年 世袭网替北梁王前后 暗流涌动 元祺军主帅钟鸿武被杀 在北梁道私下被称为 不是什么杀鸡警侯 而是沙虎警郎 由此可见 北梁风气之飘悍 徐凤年以世子身份 领衔灵州将军的时候 哪怕徐霄还在世 把持灵州官场的江种门户 不一样 还是闹出了那场风波 徐凤年跟众人打招呼后 看到莲子营老族林斗坊 恍然大悟 那柄徐家初戴战刀 肯定是这位独臂老人的珍藏 记得早年徐霄 惺惺念念了很多次 说如果当今天下 真还存有初代徐刀的话 多半就是当年 亲自赠送给林斗坊 当作两家娃娃 亲定亲信物的那一把了 只不过后来 林斗坊西下并无子女 这位莲子营第一位主将 在心灰意冷后 也在北梁销声匿迹 那桩亲史只好作罢 如今的白羽青旗主将 袁南亭 便出身莲子营 那次六百老族 为世子殿下入京送行 林斗坊员南亭 还有现任又齐军统帅的 锦浙姑周康 都曾出现 代远杰给徐凤年送鱼 搬来两条椅子 徐凤年接过椅子后 没有名正言顺的 挤占姚白丰 那个中间主位 只是随意放在 林斗坊旁边落座 至于清凉山大管家 宋鱼 更是干脆 没有接过椅子 笑着摇头拒绝了 摒弃宁神 站在远处 姚白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微微一笑 然后脸色转为民众 开门见山问道 王爷 敢问广陵道 春雪楼变故 清凉山刻有插手 初秋的日头 何须暖人 但是在姚白丰 抛出这个问题后 即便是林斗坊 玉铁山这些老将 也感到一股心悸 原本意态闲适的坐姿 都瞬间变成正今微作 徐凤年脸色如常 轻轻摇头笑道 我倒是想有点关系来着 可惜没有 姚白丰凝视着这位年轻藩王 略显狭长的眼眸 久久无语 似乎没有抓到预料之中的端倪 老人叹息一声 自言自语道 乱世之相啊 才过了短短二十余年太平世道 怎么就沦为这般光景了 徐凤年脸色依旧甜淡 微笑问道 姚先生是觉得 为何这天下 除了两莽边境狼烟四起 怎么就连中原 也要兵荒马乱了吗 姚白丰愕然 随即苦笑道 王爷无需如此挖苦 老夫扪心自问 从未觉得为了中原安稳 北梁将士就应该战死边关 徐凤年思索片刻 缓缓道 今日中原乱象 朝廷难辞其咎 黎阳薛藩和抑制地方武将势力两室 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落在实处的具体手腕 太过酷立了 比如严震春杨慎性 这拨手握兵权的老人 心向赵氏无庸置疑 还有那淮南王赵英 其实也根本不用战死沙场 恰恰相反 这些人正是黎阳的元气所在 让其老死病榻 虽然拖泥带水 但远比用一场处心积虑的 广陵道战士来干脆利落的死人夺权 也许要好得多 还有 黎阳文五百官 谁都不是傻子 如果说给我爹恶事 还在承受范围 那么老首府张巨鹿的晚节不保 尤为寒心 当今天子不能说是昏君 原本应该被称为中兴之君才是 种种举措 例如增设广阁 破格美式严阵春等等 也算大卫庙堂文武之心 只可惜有些事情 身为臣子的张巨鹿做得好 作为君主的赵传 未必就能做好 最少他的时间就不够 徐凤年心平气和道 现在的中原乱象 乱在何处 乱在人心罢了 淮南王赵英怀愿而死 焦东王赵虽郁郁而退 靖安王赵巡 战战兢兢取媚泰安城 广陵王赵义 自无名声而求世袭罔替 那么烟斥王赵炳的起兵北上 也就在情礼之中 黎阳武将 不说颜阳那些老人 年轻一辈中 如生相 菜楠 唐铁霜等等 相信这些人一样 都会有一些难言隐痛 如果张巨鹿没有死 哪怕已经离开庙堂 退居江湖之远 又甚至 只要不是身败名列的下场 今日中原绝对乱不起来 姚白封面有痛苦之色 颤声道 不管如何 百姓何其无辜 玉铁山微微摇头 刘元济翻了个白眼 这些从死人堆里活下来的 北梁老将 大多都对这种书生义气 有些嗤之以鼻 徐凤年平淡道 自大秦立国起 八百年以来 分分合合 战火不断 哪个朝代的百姓不是无辜 而且先生不管如何这四个字 太过轻描淡写了 那皇帝赵传 哪怕有千百借口理由 但只要他还坐在龙椅上 这场祸事 就得由他来负担 就像我徐凤年 挡住了北蒙马蹄 没有任由他们 城区植入中原 朝廷不念好 我根本不在意 如果挡不住 第二场两莽大战输了 以后轻使骂名也好 当时的中原百姓 戳着我的几粮鼓骂也罢 我一样还是不会在乎 蹲在不远处翻书晒书的徐北纸 转头重重咳嗽一声 没好气道 这些大话屁话晦气话 少说两句 你北梁王不在乎 我徐北纸还在乎呢 还有啊 姚先生是咱们白马书院的院主 你给我客气些 徐凤年无言以对 有些吃别 姚白峰哈哈大笑 开怀说道 无妨无妨 王爷今日肯说 这些不讨喜的言语 我这个脖子都埋在 黄土里的老头子 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刘元济嘿嘿笑道 那是当然 咱们王爷是地地道道的 北梁老爷们 是实在人 从来不说 黎阳朝廷那边 狗屁倒造的官家 林斗坊笑骂道 王爷祖籍辽东锦州 何况也不是出生在北梁 你刘老三这辈子拍马屁无数 就没一次上得了台面 刘元济天不怕地不怕 对大将军徐霄 也是敬而不畏 唯独畏惧林斗坊这个一起 出生入死的老兄弟 否则当初到头来 整个北梁就只有林斗坊 伤给了刘元济几记老全 如果不是玉铁山等人拼命拦着 估计刘元济还要被踹上无数脚 玉铁山欲言又止 徐凤年眼间温和说道 魏老将军有话直说 玉铁山一咬牙 陈生问道 王爷 咱们北梁当真要依靠那些年轻人 把三十万铁骑和北梁存亡 都交付刘州战事 这次轮到姚白峰咳嗽一声 偷偷丢给了徐北纸一个眼神 毕竟附近那些晒书的书院世子 鱼龙混杂 涉及边关大事 不得不小心行事 谨慎对待 徐凤年摆摆手 笑道 没事 现在在这里说这个 已经不会泄露军物了 徐凤年正是玉铁山 谢西锤在前往刘州之前 曾经私下问过我一个问题 是希望北梁三十万铁骑人人 轰轰烈烈战死关外 然后问心无愧地带着遗憾 等待北梁四周沦陷的结局 还是赌上一把 有可能会背负千秋骂名 被骂作一位不懂兵士 却贪功冒进的手边藩王 被后世史家认为 是个纸上谈兵的典型 去为北梁博得一线生机 一干老将都陷入沉思 林斗坊第一个回过神 脸色凝重道 王爷这么说 我今天就算没白来一趟 回头喝两斤绿衣酒 原本那一肚子脏话骂话 就先放着 要是万一打输了 到时候去清凉山的碑林 指着那块墓碑 捡起来肚子里的东西在骂 刘元记性性然道 林斗坊这也骂王爷呀 林斗坊恶狠狠道 既然当了北梁王 何况手上还有世间战力 最强的精兵 那么打大胜仗 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当年大将军连大半座中原 都打下来了 现在王爷凭啥挡不住 北莽蛮子 姚白丰一脸匪夷所思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 徐北指幸灾乐祸道 林老将军这话厚道 性情最是平和的玉铁山 盲目蝶打圆长道 老林啊 这还没喝酒呢 咋就说起酒话来了 王爷 别跟这头酱牛一般见识 老林这人刀子嘴斗腐心 其实咱们这帮老家伙里头 不当着王爷面的时候 就他最护着王爷 被揭穿底细的林斗坊 横眉瞪眼 徐凤年笑眯起眼 满脸真诚笑意 答趣道 魏老将军 我心里有数 林老将军毕竟差点 做了我的老丈人嘛 不向着我才怪 刘元济大杀风景道 王爷这么俊 再看看林老头这副磕尘模样 就算真有闺女 也绝对配不上王爷呀 戎马生涯中 早已习惯了对刘元济 拳打脚踢的林斗坊 差点就要一脚踹向 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刘老三 只不过年轻藩王和姚白峰都在场 这才好不容易忍住 徐凤年突然轻声道 姚先生 我有个提议 白马书院能否安排一些世子 定期去往梁州城内外的村野私塾 为那些出身贫寒的蒙同讲学 授业内容不用太细致 粗简即可 一来不用耽搁世子在书院的学业 二来那些孩子也听不懂高深内容 因为我希望我们北梁未来的读书种子 能够越早了解中原的风土人情 希望他们知道 在寒苦的北梁家乡以外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让他们生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 所以书院世子们大可以随意讲学 哪怕是随口与孩子们 说些中原当地的吃食菜肴也好 徐凤年沉默片刻试探性说道 可能此事的确有些大才小用 如果书院世子实在无人愿意去做 我可以拿出听朝阁藏书 作为外出讲学的酬劳 此话一出 姚白峰正正出神 半想无言语 藏书楼前的空地上 秋天的阳光里 那些帮忙晒书的年轻世子 也许听不清楚那边的言谈内容 但人人都可看到那一幕 一个年迈的读书人心安理得地坐在主位 一位为杀人如麻的北梁功勋武将坐在左右 一位手握三十万铁骑兵权的藩王 更是安安静静坐在那边远 然后年轻人们又看到一幕 那位逃离遍天下的理学宗师缓缓站起身 对那位年轻藩王毕宫毕竟坐一 低头是热泪盈眶 颤声道 我姚白峰 我白马书院 为北梁所有读书人 拜见北梁王 请继续 请继续 请继续